同學,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是 第二章的板塊構造運動 好,在我們第一章我們有介紹到整個地球宇宙的行程 進入到第二章就是要介紹我們地球整個表面 以及內部的整個構造 那板塊構造學說它的行程過程,行程的歷史是這樣子 最早是韋格納,提出了大陸飄移學說 那這個大陸飄移學說它最主要的證據據在哪裡呢? 來,同學你們看到這一張圖來 在以前,韋格納覺得說在2億多年 我們的整個大陸地殼它可能是連接在一起的 包含現在的南美洲以及非洲 可能在2億多年前它們是連在一起的 那憑什麼它提出這個論點呢?很簡單 它觀察到了南美洲跟非洲 它們的地質,它們的岩石有相同性 再來,從它的地層裡面的化石 它發現了,在古代的一種羊齒植物 它植物,它種子很大顆 那很大顆的種子 你說,要我讓它用飛的飛過來 不可能 對不對?那你今天 如果說是海洋飄過來的話 那也不可能它本身的分布 它們的切合性那麼大 所以,韋格納就提出了 2億多年前,我們的所有的大陸 可能是連接在一起的 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圖 然後,2億多年前因為某種原因 它們慢慢的離開了 那這就是韋格納 它之所以 大陸漂移學說 無法讓人家認同的 因為它講的是 這個大陸的漂移 可能是因為潮汐的關係 那這個論點當然 以它那個連帶來講 因為科學儀器不夠發達 所以它一提出 的確,證據是證明 它們曾經連在一起 可是它所解釋的理由不夠堅強 後來,這個大陸漂移說 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於是,進入到我們近代 因為我們整個對海洋的探測 還有我們地球內部的了解 時代進步,儀器再進步 於是,後人海思 它就提出了海底擴張學說 那這海底擴張學說 當然,因為沒有完整的一個論點 於是,因為它們兩個提出之後 在整個科學的進步 我們目前最能夠接受的 就是板塊塊構造學說 也是一個完整一個學說 那這個學說的力... 它整個理論的重點在哪裡呢 是因為我們整個對海洋的探測 因為地震波 在整個地底下傳播的速度 有我們地震波在地底下傳播的速度 你要知道 不同的...不同的介質 整個波動的傳動會有不同的速度 於是,固體、液體、氣體 傳播的速度不一樣 我們用它的反射波 所測出來的速度 發現我們地球裡面 內部可能由內而外 可能會有三種不同的...不同的構造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為 最裡面的叫地核 再來地寒 最外面的叫地殼 那這三個...這三個部分 課本上有給了你一張圖 來,同學,你看著 最外面的是地殼 就像蛋殼一樣 再來是地寒 再來是地核 你看著 因為地震波在傳遞的時候 碰到不同介質會產生 折射跟反射 利用這個反射...利用這個反射 來,測出它們的大約的厚度 好,那你要注意的是 這個地圖裡面它有提到 軟流圈跟岩石圈 課本的課文也明白的跟你寫 軟流圈是在於地寒的上部 來,同學,地寒的上部 看到,上部地寒,軟流圈 那這軟流圈這個部分 它本身的流動性還非常的大 它是一個熔熔狀態 由於它的熱對流 它的流動造成上面的地殼的移動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 二之二會跟你們提到的地震 整個板塊的聚合 板塊的張裂 整個因為科學儀器的進步 這個理論提出來之後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真實的看到地球內部的構造 可是這樣的學說提出來 所有在在的所有的給我們的資料 實在證明這個學說 是目前我們所有的科學家 能夠接受的一個說法 好,那我們瞭解了 地球本身外部的板塊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分析這些板塊 因為在板塊的移動方面 你要知道板塊的撞擊一定有相距以及分離 那在我們地球的板塊裡面 來,板塊的交界線 板塊交界線 我們把地球分為七大主要板塊 注意喔,是七大主要板塊 不是七大板塊 地球的板塊不只七塊 而這裡面是以這七塊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叫做七大主要板塊 那這些板塊的界線 就是將來我們會提到的 不同的一個板塊運動 這些界線包含了 張列性的界線 還有聚合性的界線 以及錯動性的界線 那這些界線所代表的 就是當地板塊移動性值 如果是張列性界線的話 那麼它就是張列性的板塊 如果是聚合性 當然就是兩個板塊 還是互相在擠壓的 好,那最典型的代表 最典型的代表 老師在這邊給同學補充 張列性板塊 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在 冰島 以及 我們要介紹到的 下一節要介紹到的 中陽陽極 那聚合性板塊 當然就是我們目前所在的 所在的 台灣 我們是位在 聚合性板塊的界線上 好 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慢慢要進入到 整個 整個大地 包含 921地震 包含 我們 在沙爾瓦多印度他們地震 為什麼會造成這些地震 我們在 第二章就是要跟同學 做初步的介紹 所以 同學你要先了解 我們整個板塊構造學說的論點 以及我們板塊的分布 那我們七大板塊 主要有哪七大 印澳跟歐亞 同學這兩個 七個不見得全部都要背 但是這兩個一定要記 因為他們兩個板塊的聚合 就是造成了 造成了 造成了 目前我們世界的 最大的山脈 西馬拉雅山 西馬拉雅山 是兩個大陸 板塊 印澳板塊 歐亞板塊 聚合 造成的 那除了這些板塊以外 還有太平洋板塊 北美 南美 非洲 南極板塊 好這是七大板塊喔 那我要問同學啦 我們台灣位於什麼板塊 我們台灣 它位於 歐亞 以及 菲律賓海 所以你看到沒有 菲律賓海是屬於一個 小板板塊 它是在這兩個板塊的聚合處 是在這兩個板塊的聚合處 是在這兩個板塊的聚合處 所以同學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知道 整個 我們整個板塊構造學說 的完整性 它可以很具體的去解釋 我們目前所見到的一些地震啊 火山的活動啊 還有地表上一些斷層啊 還有 所有的 折奏 所以同學 在2-1 初步的介紹這個部分 那我們從外表 我們看出整個地球外部的 板塊 以及內部的構造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解釋 這些 張烈 這些聚合 又是怎麼發生的 老師 接下來就是要為同學 介紹 板塊 它是如何的移動 20世紀初 韋格納注意到 南美洲 可以和非洲的海岸線 拼合在一起 於是它蒐集許多地質上的證據 而提出連同這兩塊大陸在內的所有大陸 在兩億多年前是聚合在一起的 然後逐漸飄移散開 到達現今各大洲的位置 而岩石圈就是板塊 它包含了地殼 及一小部分的地寒 分析地震波在地下傳播速度的變化 得知固體地球由內向外分為地核、地寒及地殼 在地寒的上部 有部分的物質融融 但絕大多數的物質仍維持固態 由於這些部分融融的物質使該區域上部地寒的岩石可塑性增高 形成軟流圈 軟流圈之上的岩石圈 則分裂成大小不等的板塊 而且彼此互相運動 照全球的地震帶及板塊分布圖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地震帶就跟板塊邊界幾乎一致 這正好說明板塊的移動跟地震的發生息息相關 這是因為板塊相互碰撞或分離時 岩層受力而斷裂、作動 因此引起地震 在張裂性板塊的交界帶容易形成裂骨或者是中央級 而聚合性板板塊交界帶就容易形成海溝、褶皺及山脈等地形 好 同學你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這是整個地球的一個剖面圖 這裡面 這個都是我們的地寒 這裡面都是岩漿 你注意看到這個箭頭 熱對流上升處 它這個位置對上來的 剛好就是在我們大西洋的中洋級 好 注意喔 大西洋中洋級 那你要知道啊 如果以這一個方式 它不斷的上升不斷的上升 那不是就最後我們地球的表面就像沙皮狗一樣 對不對 你皮 一直跑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最後皮不是皺皺的嗎 那為什麼我們地球的表面不會有這種現象呢 由此可見一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你看著 我們這裡是熱對流上升 來到這邊以後 另一個位置是熱對流的下降 在這邊的熱對流下降 我們把它放大 我們把它放大 放大就是底下的這個圖 我們如果這樣子來研究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這兩個圖的關係 好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上升處 也就是我們剛剛 之前課堂上所提到的 也就是會造成這兩個板塊的分離 因為它往這邊推 它往這邊推 我們就把它叫做 張列性的界線 來到另外一邊 兩個板塊跟兩個板塊擠壓 這熱對流的下降處 這時候會形成一個很特殊的地形 叫做海溝 叫做海溝 這就是板塊跟板塊的隱墨地區 好 同學 這兩張圖 你一定要記到男孩裡 那我們看到 這個張列性的界線 跟聚合性的界線 整個板塊的隱墨 到底有什麼的不同 老師在這邊寫了一張表格 來讓同學比較一下 以張列性的界線來講 它形成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裡面的熱對流 好 這個熱對流 就是我們的地寒 它是什麼 它是熱對流的上升處 那如果說是聚合性呢 聚合性就是 熱對流的什麼 熱對流的下降處 好 一個上升 一個下降 一個拉開 一個往下隱墨 好 這樣的地形考試 這是考試非常重要的 考試會考你 在課本上提到兩個重要的地形 在我們 張列性 的界線這個地方 最主要的地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中 陽 極 那我們在課本上的圖 聚合性界線 板塊以末路道板塊會造成什麼 海溝 當然除了海溝以外 如果是兩個板塊的聚合 它會形成什麼 山脈 山脈 還有斷層 好 這個地方同學也要特別注意 中陽極跟海溝 中陽極是張列性界線的特色 聚合性的話就是海溝 就是板塊引沒到另外一個板塊 所造成的一個地形 接下來 這邊的地震 這是老師在這邊給你補充的 因為張列性板塊 它的地震一般都屬於淺原地震 淺原地震 那聚合性呢 一般來講 都會比較屬於深遠 就是它發生地震的震夭 這個到我們後面地震 我們還要再提醒同學 地震的震夭 它的深度會比較靠近地心 這個它震夭會比較 離地球表面比較近 這個同學做參考 這個參考 接下來 從這個地方聚合跟張列 老師以這個簡單的一個圖 把剛剛 圖表上所講的把它聚合 連結在一起 這個地方 是我們地寒熱對流的上升處 造成了兩個板塊的分離 那你要知道喔 這樣分離的話 你會發現到 如果說是越靠近 注意看這個 老師現在圖白色的這個位置 越靠近這個 中央中央級的位置 它的地殼的年齡當然是什麼 剛拉出來的皮 比較什麼 新 那如果說 離的比較遠的 當然就會屬於比較什麼 比較 老的 好 這個地方 那上升之後 這裡是中央級 來到這邊下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會形成什麼 海溝 這個同學一定要記在腦海裡 有上升有下降 造成了一個地殼的移動 板塊的錯動 板塊的張列 板塊的聚合 好 這個是我們課本上 所舉的兩張圖 這個考試 是非常重要的 兩張圖 而且同學剛剛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它沒有概念 它一直以為它是兩個分開的圖 其實這兩個圖是相關性非常重的 它是把這個地方的海溝 把它這地方放大 同學在研讀讀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好 那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從這圖 你會發現這裡有海洋地殼 跟大陸地殼 那這個課本上 雖然沒有很明顯的提出來 老師在這邊幫同學做一個補充比較 來 我們看一下 海洋地殼跟大陸地殼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第一個 我們從圖形可以看到 海洋地殼一般來講 它的厚度會比較薄 大陸地殼一般來講 會比較厚 那你注意看一下 海洋地殼 它是往底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圖綠色的部分 它是往下前 前都引摸到底下去 所以它的密度 一般來講比較大 大陸地殼密度比較小 好 那海洋地殼 注意喔 最主要 它是出現在 中陽級 所以 中陽級的 中陽級 周圍的 中陽級周圍的 成分 一般是海洋地殼 它裡面的岩石 主要是什麼東西 主要是 玄武岩 主要是玄武岩 那大陸地殼呢 大陸地殼 有的 有露出 地球表面 有的 在裡面的 這個在 我們第二節 會幫同學 再介紹 有鞍山岩 花 鋼岩 這兩種 這個我們在第二節 老師會 再幫同學 分析 甚至 教同學 怎麼樣把它記起來 那在這裡 海洋地殼 跟大陸地殼的比較 同學也要注意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 在這邊 比較性的題目 相當的多 那除此之外 剛剛 我們有看到一張圖片 我們整個地球的內部構造 分為 地殼 地寒 還有地核 這三個 它的密度怎麼比較 我們理化最簡單的觀念 密度大的一定是往下沉 所以 密度 注意喔 因為地殼 你看到這個殼字 蛋殼 當然是什麼 最外面的 對不對 那核 我們知道 核心核心 核心就是什麼 最裡面 所以 你很好記 你記外面 記裡面 那地寒就是在中間 那密度 我們可以知道 越往裡面的 密度越大 所以它的密度是 地核 大於 地 寒 再來 大於什麼 地 殼 好 這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厚度呢 厚度呢 你要知道 我們整個 整個 地寒 地核 地殼 我們知道 殼 它的厚度是什麼 最小 最小 最小的 那以它的厚度來講 最厚的是什麼 地核 再來 地寒 再來是 地殼 所以同學 你當然 你當然 這是一個 小聰明 小技巧 密度 厚度 地核 地寒 地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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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 比較的題目 從剛剛 我們整個 課程內容 在這一段 的課程內容 幾乎都是比較的 同學 一定要 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比較的題目 很容易在考場的時候 在選項的時候 反應不過來的話 很容易寫錯 那 老師是跟你介紹的這個 比較的題目 當然 要用題目來引申 你才知道 要怎麼樣去從題目中 去找答案 好 接下來老師就舉幾個例題 幫同學做介紹 同學 你看到 第一題 下列有關板塊構造運動的敘述 何者錯誤 板塊構造運動 就是這一節的大標題 A 中央級為張列性的板塊交界帶 還記得吧 中央級 就是什麼 我們 熱地寒的熱對流上升處 它是張列性板塊 好 A正確 不選 新的折皺山脈 為張列性板塊的交界帶 同學 你如果有一點 邏輯概念的話 你想一下 什麼叫折皺 什麼叫張列 你看著 來 這是一張紙 今天 老師把它 這叫什麼 這叫折皺 怎麼樣才能讓這一張紙折皺呢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什麼 擠壓 那 聚合 什麼叫張列 所以 同學 這叫 張列 這叫 擠壓 所以同學 你看 折皺會是張列性產生的嗎 就可以知道 這個答案 錯得很明顯 張列 怎麼會 產生折皺呢 所以它要找錯誤的答案選哪一個 那應該是什麼 應該改成什麼 這應該是什麼 聚合 了解了吧 所以 像這一種答案 同學你應該有一個概念 什麼樣的概念 這一種 造成的原因 跟它所形成的 你必須要想像得出來 答案就很容易選出來了 來你看 西 台灣位於 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 這沒問題 這要當做一個常識 記起來 菲律賓海板塊 歐亞板塊 一個是大陸地殼 一個是海洋地殼 好再來 海溝為聚合性板塊交界帶 沒錯 在聚合性板塊 一個板塊 進入到另外一個板塊 末路另外一個板塊 這個位置 會形成什麼 海溝 好 所以這個答案錯誤的答案選 B 中央級地震帶 是 A 大西洋海底的火山山脈 B 地寒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C 兩側板塊相互擠壓形成 海底火山 一塊板塊引墨令一塊板塊所形成的裂骨 好 同學 這題目你念完之後 你必須要在腦袋裡 要突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 中央級是什麼 它是屬於什麼 一個裂骨 沒錯 它是火山 可是不是我們想像的在我們 地殼表面那種火山 它是一個裂骨 從地底下 噴出岩漿的一個裂骨 再來 它是屬於什麼 張裂性板塊 它屬於張裂的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裡面 隱藏了非常多的陷阱 同學要注意 A 大西洋海底的火山山脈 這邊 大西洋海底是正確的 它的位置是對的 可是錯在哪裡 它是一座火山 沒錯 可是這個火山不是我們想像的 在我們 地平面上 原本一座山的那一種山 它不是山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什麼 裂骨 好 所以A 錯的地方要注意 接下來看 B 它是地寒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標準答案 它是地寒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C 錯在哪裡 兩側板塊互相擠壓 形成的海底火山 它是海底火山沒錯 不是互相擠壓 是什麼 是張烈 它是張烈 是離開的 再來 第四個答案 一個板塊引沒入另外一個板塊 同學 這個是什麼 這不是張烈性板塊的特徵 它是什麼 它是聚合性板塊的特徵 它是聚合的 所以中央級不屬於聚合 這是錯誤的 它是裂骨 沒錯 但不是一個板塊 末路另外一個板塊 而是兩個板塊分離 所造成的裂骨 所以答案正確的選 B 來我們看第三題 剛剛我們介紹完裂骨 介紹完張烈性 現在我們看了 引沒帶 引沒帶就是聚合 板塊的一個聚合運動 A 大陸板塊引沒於 海洋板塊之下所形成的 乍看之下 這個答案好像是理所當然 可是它又有一個陷阱 海洋跟大陸 你要知道 海洋地殼密度大 是它末路的 所以這個答案是 顛倒了 所以答案不對 應該是 正確答案改成 海洋板塊末路 引沒於大陸板塊之下 好 B的答案 此處地震再來是 深度均為深圓地震 注意啊 這個地方 老師要再跟你們補充一下 注意 在我們的 聚合跟張烈 在聚合運動跟張烈運動的話 聚合運動它一般的地震 它有深圓 淺圓 都有 從深到淺都有 那張烈信的板塊 一般來講 只有 注意這個答案 它是只有 淺圓地震 所以你要搞清楚 他說 均為 不對 他是深圓 淺圓都有 所以這個不對 懂嗎 那如果題目改成 張烈信 張烈信 張烈信板塊 就是中央級 中央級附近的地震 都是淺圓的 那就對了 這樣子要分清楚喔 聚合跟張烈 它的地震 這是課外題 但是同學要了解一下 好 所以B 錯的地方在這個字 它不是軍委 應該講是大多 或者是 部分 所以B 不對 那我們看C 台灣位於 隱墨帶上 也有地震的發生 正確答案就是選C 那我們看D 年輕的海洋地殼 注意 年輕的海洋地殼 不是在這個區域 它是在哪裡 它是在 不是在這區域 是在哪裡 中央級啊 還記得嗎 中央級是 我們 地寒 熱對流的上升處 也就是 新的海洋地殼的深層處 好 所以這一題答案 是選C 來 我們看到 最後一題 來 我們看到第四題 藍頭級級 發生921大地震 是起因語 注意喔 藍頭級級 藍頭是在台灣 有關 所以這個地震的起因 絕對是跟 聚合性的板塊運動有關 所以 同學看到這題目 就把C跟D的答案 打插 就把它刪去了 那剩下A跟B呢 這是一個嘗試 這個921 對我們台灣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這個地震是聚合性的板塊運動 而且是發生在什麼 車龍浦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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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學 你一定要記得 我們 藍頭級級的地震 是屬於聚合性的 那你看這個題目 聚合一定是壓力 張烈一定是張烈 對不對 那我們把兩個答案消掉之後 剩下的 就只剩斷層跟折奏的問題 那在級級這個地方 因為有車龍浦斷層的通過 所以它產生的是 聚合性的一個壓力 所造成的斷層 所造成的抵震 好 從以上的這幾個題目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在這一節裡面 比較性的題目相當多 圖表所佔的份量 更是不可言喻 所以同學 你要把這一張讀好 只有一個訣竅 把圖形的結構 放到腦袋裡面去 題目一出現之後 比較性的題目 用圖形來解 然後你就可以比較出 答案的正確性 因為每個答案 幾乎都有一個小陷阱 所以同學 你只要掌握出 這個讀書的要理 這一節想要得到高分 絕對沒問題 好 老師在2-1的課程 就介紹到這邊 好同學 我們介紹完了 板塊構造 以及 地殼 地寒 地核的 結構之後 我們進入到 我們2-2 造山運動 火山跟地震 各位同學 你要注意 這一節 是 所有考試裡面 在地球科學裡面 所有的章節裡面 算是最重要的一節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台灣 剛好就處在於 這個 地震帶 而且我們台山 我們在台灣的火山 火山 的運動 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上一堂課 我們有介紹過 板塊的運動 那板塊的運動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地形呢 來同學看 一個板塊跟一個板塊 當它聚合的時候 上一節有談到 跟一個板塊 末路一個板塊 在聚合的地方會形成 第一個 海溝 這個我們2-1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過 那在這一章呢 主要的是要談到什麼 喜馬拉雅山 在板塊聚合的時候 它會造成了 山脈 老師等一下就會介紹 山脈怎麼形成 接下來 除了山脈以外 在板塊的聚合處 會造成了 斷層 以及 折縱 這是一個 這四個答案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板塊聚合處 經常看見的幾個 嚴懲 幾個現象 好 那我們來看到 我們在課本裡面 24頁 有一張圖 同學 麻煩你看一下 我們的講義 這一張圖 是我們所有的考試 閉考 配合二之一 配合二之一 我們整個中陽級的構造 地殼的構造 這些圖形都是有相關性的 好 我們看著 喜馬拉雅山 剛好介於印澳板塊 跟歐亞板塊 那印澳板塊 剛好碰撞到歐亞板塊以後 末路到底下 那在這個地方 兩個大陸地殼 的聚合 將這個喜馬拉雅山怎麼樣 往上擠 好同學你看著 這個白色的 跟黃色的 這麼一擠 除了會使喜馬拉雅山增高之後 還會造成什麼 整個山坡的坡度 便携 那一旦便携之後 河流的流速就會加快 於是 它整個青史作用 也會加快 所以 你們在地理課本上有提到啊 喜馬拉雅山 到了 流到了 下游之後 會造成了一個什麼 一個非常大的 橫河平原 還有沒有印象 就會造成了我們 古印度文化 所以 這個造山運動 在 兩個大陸地殼的聚合之下 指的 喜馬拉雅山 不斷的在 升高 不斷的在 青史 在下一節 我們會再講到 整個 地殼表面 地瘦 我們還要再做一次深入的介紹 那除了這個重點之外 同學你們要注意看一下 喜馬拉雅山是 大陸地殼跟大陸地殼的 聚合 那我們台灣呢 在我們下一節2-3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比較這兩個圖 我們台灣是一個 海洋地殼跟大陸地殼的聚合 這個2-3 老師在幫你們介紹 好 那這個喜馬拉雅山 它的造成 它的造成 在整個 最主要的這個大陸地殼的移動 是因為什麼 底下的軟流圈 你要知道軟流圈 這邊 你看 老師幫他塗上紅色的 塗上紅色的意思就是 說 這裡主要的就是什麼 流動的液體 就是什麼 岩漿 熔岩 好 那這些熔岩 造成了地殼的板塊的運動 還會形成什麼樣的岩石呢 好 同學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在我們2-1的時候 老師有介紹過這個圖形 不曉得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整個紅色這個軟流圈 這一個岩漿 在往上流的時候 在往上流的時候 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叫什麼羊 啊 叫大西洋 在 非洲跟南美洲 中間的這一塊 大片的汪洋 這一個岩漿一出來之後 就會碰到什麼 海水 碰到海水 那因為 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的 地形 跟剛剛我們介紹的 喜馬拉雅山的 地形 不一樣 喜馬拉雅山是 大陸地殼跟大陸地殼的聚合 但是 中陽極 它是 兩個 兩個 是一種屬於張裂性 什麼叫張裂性 就是兩邊往外拉 所以 如果 考試有考到這個課外的題目 喜馬拉雅山 是屬於一種聚合性的板塊 包含我們的台灣 也是聚合性的板塊 但是中陽極呢 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張裂性板塊 好 除了這些之外 那這些岩漿 這些岩漿的流動 造成了 我們地殼表面 一些地形 那它岩漿的 冷卻 冷卻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岩石呢 來 我們看著 你看這三個字 在課本上它介紹了 火成岩 你有沒有注意到 火成岩 從這字面上的三個字 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它是什麼 跟火山有關 所形成的岩石 那火山 一講到火山 當然我們就會想到什麼 岩漿啊 對不對 講到什麼 熔岩啊 岩漿啊 有沒有 不曉得同學 有沒有 看過火山爆發 那一部片子 那個非常壯觀 那岩漿 那岩漿 它是 熔熔狀態的 它是流動性非常大的 可是 相對的 它一定會 冷卻 就是因為 注意喔 就是因為它冷卻的速度 快慢 造成了 它的顆粒 大小 不一樣 那這樣子講 課本這樣子講 同學會覺得很抽象 老師現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現在 同學下課了 在操場上 遊戲 密佈在走廊上 散步 今天 校長突然廣播 喔 各位同學 到操場來集合 如果給你們30秒鐘 你們可能會散落在校園各地 這時候 從空中鳥看下來的話 每個同學就好像一個小黑點 你們所代表的就是這個顆粒 今天 如果我給你們的時間 長一點 那同學就可以什麼 耗枕以下的 慢慢的 整對 看齊 時間一長 這些小黑點 你們就慢慢聚集 慢慢聚集 慢慢集合成什麼 一個很大的一個對型 從空中看下來 就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的對型 所以根據這種原理 同學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冷卻的快慢 注意喔 冷卻的快慢 冷卻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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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顆粒就會比較小 就好像 集合的時間讓你短 一下子 時間很短 你們沒有辦法 聚集在一起 當我時間讓你們 變長了 冷卻的時間 變長了 冷卻比較慢 慢慢的冷卻 慢慢的讓你們整對 這時候你們會 形成一個很大的 對型 很明顯的一個方塊 這個我們 就叫做顆粒大 好 那這個顆粒小顆粒啊 就會造成 幾種不同的岩石 來看著 火山所形成的岩石 在你們課本的圖片 第26頁裡面 有三張圖片 給了你們三塊岩石 你們要注意的 看了這三塊岩石 要注意它的配對 玄武岩 顆粒很小 安山岩 花岡岩 顆粒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你說 老師在這邊講解完了 你背不起來 考試答案選不出來 寫不出來 那也等於 廣然 對不對 所以老師在這邊 教你們一個 撇步 清清楚喔 玄武岩 你就這樣子想 玄武岩它是 一出來 就碰到了水 來看著 一碰到了水 有多快 沒關係 很快 因為 你想一想 這些岩漿 好這個 火山 這些岩漿一出來 一噴發出來 一碰到海水 吸的一聲 你看 那個冷卻速度相當相當的快 還記得 電影那個火山爆發 最後就是把岩漿引到什麼 海水裡面去 水是一種非常好的一個冷卻物質 所以它今天一碰到海水 當然 吸的一聲 根本來不及反應 馬上立刻的 非常快的 就冷卻了 所以同學 在這邊就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考慮 其實中陽級 海底 嚴格來講 它可以把它看成一個什麼 海底的什麼 火山 這個海底的火山 所噴發出來的岩漿 一碰到冷 馬上冷卻 所以在中陽級這個地方的 海洋地殼的岩石 主要成分就是什麼 記得 玄武岩 顆粒小 顆粒小 好接下來 那我們 如果今天不是在海洋底下 就像我們在我們陸地 在地球表面上 這時候 這個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叫火山 好 火山 今天在這裡面的岩漿 從火山口噴發出來之後 從這邊流下來 暴露在空氣中 冷卻的速度已經比較慢了 暴露在空氣中慢慢的散熱 慢慢的散熱 慢慢的散熱 最後 冷卻下來 凝結岩 岩塊 今天這些岩塊 我們就叫它叫什麼 安山岩 來看這個字 這個名字取好 你看到沒有 安山 洪安讓你當靠山 看到沒有 想好 今天要讓你當靠山 一定要什麼 看得到 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地球 地球表面上的山 噴發出來 暴露在空氣中的 這些山 所形成的岩石 我們叫它叫 安山岩 記住 紅安讓你當靠山 聽著 那我們 在我們的 整個地球表面上 這個岩石 最早就是在 安地是山 安地是山 安地是山它整個結構 就是一個安山岩 所以我們取頭取尾 安山岩 好 考試 除了考這個 以後 你們地球課程裡面 還會提到 在我們台灣 北部 最有名的 很有名的 對不對 花季 陽明山 陽明山上的 沙茂山 注意喔 這老師在這邊 先跟你們提一下 這個沙茂山 它也是安山岩 安山岩 好 這個地方 除了安地是山 這是外國的 我們國內的 你要特別注意 它這是安山岩 好 一出來 碰到海水 冷卻很快 再來 曝露在空氣中 最後一個 看到 這個名字真的是取得 真的有夠貼切的 有沒有看到 花 鋼 flower 花 花吃的花 花吃就是什麼 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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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 暴露在空氣 自己 在底下 在這個岩石底下 岩漿在這個岩石底下 就好像我們在 煮那個土窯雞有沒有 在那個鄉下 空土油啊 我們把東西 把泥土 蓋在裡面 讓它燜燒 那我問你 燜燒 散熱不好 要非常長的時間 慢慢的散熱 慢慢的散熱 它才會怎麼樣 冷卻下來 好 時間一長 它就有足夠的時間 怎麼樣 聚集成很大的花紋 很大的顆粒 欸 flower 花崗岩 花 花 花紋 花枝 燜燒 所以注意 它是在 我們整個地表底下 在岩漿在地表底下 慢慢的燜燒 好 所以你看到沒有 岩漿的冷卻速度 不一樣 造成了它的顆粒 大小結晶 大小不一樣 造成了不同的岩石 二之二 在這三個岩石裡面 因為在我們地球科學裡面 這三個岩石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接下來在第三章 在我們台灣的地形裡面 還會提到這三個岩石 所以同學一定要把它記好 到第三章的時候 老師還會再幫你統整一次 好 那你注意 這三個岩石 考試不會只考你喔 他會說請問哪一個岩石冷卻的最快 哪一個岩石顆粒最大 那個題目是三流的 老師在出的 老師考的一流的題目是怎麼樣考 來看到這邊 他會配合二之一的圖形 你看著喔 這個地方就是岩漿 一噴出來 碰到整個大西洋的海水 立刻馬上的冷卻 這時候中洋級這邊的 岩石主要就是什麼 剛剛講的玄五顏 顆粒很小 好這是一個題目 第二個 在我們 一樣二之一也有這個圖 這個圖 不要說你們 升高中基本學歷健康 在今年的 深大學 基本學歷也考到這個圖 當然他們考的深度比較大 深度比較深 今天 國中生你們只要了解 今天這一個圖形裡面 哪一個地方會有安山岩 哪個地方會有花岡岩 你只要記清楚就好 來看著 這個地底下 這個底下 這個底下 有一些融融的一些岩漿 來照底下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噴出表面的話 在底下燜燒 來 同學試著回答 燜燒 就是什麼 花 花岡岩 所以在這底下 所形成的岩石 主要是 鋼岩 那如果今天 我們所噴發出來的 岩漿 岩漿噴發出來 是來到這個表面呢 這表面上面的岩石 主要就是什麼 安山岩 所以同學 這兩個圖形 在讀的時候 你不但要回想 二之一的地形 還要了解 我們這個地方 岩石的分布 好 我們 再看一遍 這個地方 整個岩石的 張裂 造成 中央級 板塊跟板塊之間的 聚合 來看到沒有 這裡有一個題目 有沒有 聚合 這裡有一個聚合的地形 海溝 這裡是張裂的地形 中央級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岩石 因為這邊的岩漿出去 碰到海水 漆的一聲 你可以洗澡看看 洗完熱水 突然間 冷水一沖 那一種感覺 那一種 極速冷卻的感覺 這個會形成什麼 玄武岩 這個地方 悶燒 化岡岩 噴出地殼表面 什麼 安山岩 所以 從這兩個圖 考試的時候 喜歡 配合圖形 來考你岩石的觀念 好 那個地方 我們知道 造山運動 造成 各種不同的地形 還會造成 不同的岩石 因為岩漿的冷卻 好 那最後一個 你們要注意 很多同學一直以為說 我們這個 陸地 跟海洋 這個交界帶 就是地震帶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 你如果回想到 注意喔 你要回想到 我們的板塊學說是怎麼說 今天中陽極 它的岩石噴開 造成地殼的變動 所以 這一個中陽極 就是一個板塊的交界帶 板塊的交界帶 那你有此可見 你注意喔 我們的地震帶 就是位於什麼 板塊的邊界地帶 這句話 一定要 一定要 特別特別的小心 地震帶就是板塊的邊界帶 不等於 不等於 海陸的交界帶 海陸 什麼叫海陸交界帶 陸地 跟海洋 這叫做海陸交界帶 這個叫做什麼 板塊交界帶 所以真正會產生地震的是這裡 不是這裡 好 記住 考試這個題目 非常喜歡陷害同學 所以同學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特別特別的記住 好 2-2 造山運動 火山單 還有地震 這都是一個連續性的 一個相關性的 一個地殼上面的 整個板塊的運動 所以 同學在念的時候 麻煩你要回到2-1 把2-1的圖形 包含2-2的 我們整個西馬拉雅山的整個圖片 我們要整個配合一起念 這樣你才能夠融會貫通 考試在考的時候 整個第二章 你必須要串在一起念 考試是跨章節 這次月考 你才能夠把它讀得好 好 老師 2-2的課程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 老師以幾個題目引導同學 怎麼樣去解題 怎麼樣去加強自己的記憶 我們看到第一題 台灣位於板塊引墨帶 而藍羽綠島 是引墨到地下深處的板塊 受熱而產生部分融融所噴發形成的火山岩 在此兩島做地質調查 則下列何種火層岩 最可能被發現 好同學 藍羽綠島 聽過吧 綠島 大哥的故鄉 綠島小夜群 火山島 對不對 來 藍羽綠島 請問同學 它是在海平面以上 還海平面以下呢 對不對 而且它也跟你講了 它是由熔岩所噴發 噴發 什麼叫噴發啊 一定是什麼 一座火山噴出來嘛 所造成的嘛 所以藍羽綠島 它所形成的岩石是屬於哪一種呢 是屬於 岩江噴發到空氣之中 在緩慢的冷卻的 那是哪一種岩石呢 還記得嗎 第一個 A 玄武岩 玄武岩是什麼 一碰到海水 就立刻冷卻了 對不對 顆粒最小的 再來呢 花岡 flower 悶燒的 顆粒最大的 它也沒有悶燒 也沒有碰到海水 因為它是暴露在整個海平面上的啊 所以答案要學哪一個 米 好同學 那你說老師那D是什麼 大理岩是什麼 大理岩它是 變質岩 它在地底下受到高溫高壓 所形成的一種變質岩 這個我們後面 岩石 我們還會再提到一次 好 那 以這個題目來講 同學 老師提醒你 你在看題目的時候 你先去了解 它所舉的 位置 還有它所造成的原因 到底有沒有碰到海水 到底有沒有暴露在空氣 以這樣去分的話 玄武岩 岩沾岩 花岡岩 答案就不容易 弄錯了 好 我們看到第二題 第二題 這個有一點 課外的味道 那老師在這邊 順便做個補充 他說 下列何者為 中陽級 起板塊運動的方式 就是中陽級的板塊運動方式 不要忘了 中陽級是什麼 剛剛 課程內容老師有提到啊 中陽級是什麼 張烈 有沒有 張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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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烈 有沒有 烈 就是什麼 分開 所以張烈 一看就知道 你看 這是什麼 聚合 這是什麼 分開 阿烈 烈 所以答案 中陽級是屬於什麼 張烈性板塊 他是屬於張烈性板塊 烈 好 烈開來 所以答案選 米 好 那很多同學問啊 老師 那C跟D 不是答案 那C跟D是什麼呢 C跟D到底是什麼 來 你看著 這叫做斷層 那斷層有兩種 這是課外補充 同學注意一下 有的時候會考到這些課外題 這是斷層 斷層的話 就是兩個板塊 之間 產生了一個錯動 好 那斷層又分成 左移跟右移 怎麼看 來 今天 阿腿 站這邊 這是阿腿的腳印 他是一個 站在這邊 他看這一塊 Y 往哪邊移 這叫什麼 右邊 看對面這一塊喔 他站在A這裡 看B 看的是B B是往哪邊移 往右移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右移的斷層 斷層 知道嗎 它是右移的斷層 同理 同理 今天 阿腿一樣站在這裡 這是他的腳印 有沒有 腳印 站在這裡 面向他 面向他 面向他的話 怎麼樣 他是什麼 左移 他是屬於左移斷層 好 這兩個答案 雖然不是答案 老師在這邊 給你做一個 補充介紹 好 那我們看到第三題 有關張列信 板塊交界的岩漿作用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你想到張列信 就要想到什麼 中 陽 級 不要忘了 中陽級是岩漿的什麼 上升 對不對 岩漿上升 岩漿上升 所以你看 岩漿來自上部地寒 岩漿較重 所以會慢慢下沉 抱歉 在中陽級的什麼 岩漿是什麼 是上升 所以答案 錯誤的選 B 這個答案要改成什麼 上升 他是一個熱對流 來到中陽級是往上升的 往上升 然後往兩邊拉 他是一個什麼 張列信的板塊 所以同學 考試的時候 你要了解 所有的地形 在配合上 所有的板塊 不同性質的板塊 你這樣子才能夠找出答案 來我們看C的答案 岩漿在裂谷處湧出 沒錯 中陽級就是海底火山 剛剛老師課程上有跟你提到過 好 那我們看第四題 地震 地震是這個單元裡面很熱門的考題 有關地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震帶就是板塊交界帶 這個我剛剛有強調過 再來 板塊碰撞或者是分離 碰撞就是聚合 分離就是張列 而且都會引發地震 標準 答案 這不選 因為他要選錯誤的 再來 兩板塊互相推擠 通常經過數千年的時間 即可在交界處 繞區形成大山脈 注意 同學 這個大山脈的行程 絕對不是短短的數千年可以行程 就算數千年行程 它除了把它造成山脈以外 它還會造成什麼 侵蝕作用 所以注意啊 這個年代 絕對不是短短的數千年 再來在行程過程中 也會什麼 也會侵蝕啊 所以時間是相當的長 要構成一個大山脈像喜馬拉雅山 都要相當長相當長的時間 數千年來講 對這個山脈來講 時間是相當短的 好 最後一個答案 我們看著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對不對 台灣 東部 花蓮台東的外海 就是太平洋了 這個是標準答案 所以A B C D C 是錯誤的 錯在哪裡 時間 時間 大山脈的行程 絕對不是那麼短的時間 好 從上面這四個題目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整個題目的過程中 一定是配合課本的圖形跟重點 所以這個單元 同學要注意 什麼叫做聚合性板塊 什麼樣是張業性的板塊 還有要注意 安山岩 玄武 花崗岩 它行程的時間 還有行程的位置 在我們地球上 甚至在我們台灣地形上 有哪些地點是屬於這些岩石 所以同學 你如果能夠掌握到這一節的地點 這一節的重點的話 相信這一節 你一定可以獲得非常高的分數 而且老師在這邊再次的叮嚀 這一個章節第二章 是各大型考試 特別是基本學歷測驗 以今年的基本學歷測驗來講 這裡所佔的比重相當重 同學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用心 把這一個章節學好 正斷層發生在張列性板塊的界線處 上盤沿著斷層面相對的向下運動 逆斷層發生在聚合性板塊的界線處 上盤沿著斷層面相對的向上移動 在地下深處溫度較高 岩石具有可塑性 受壓力會彎曲 深層折皺 折皺在地下深處形成之後 受板塊運動抬升到地表 經風化侵蝕後 使露出表面 折皺大者可達數十公里寬 而小者 則須用顯微鏡才能觀察得到 今天這一堂課 同學就可以很徹底的了解到 台灣的整個板塊結構 以及板塊運動 以及為何台灣會這麼地震頻繁 來 首先各位同學 我們看到這一張圖來 這是我們台灣所在的位置 這是從表面上看到的 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可是來到地層底下呢 很清楚的你會發現到 台灣剛好介於歐亞大陸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帶上 而中央山脈 這個中央山脈 白色的這個是中央山脈 這個中央山脈 剛好位屬於歐亞大陸板塊 而這個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就是位於菲律賓海板塊上 那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 在兩個山脈之間 我們叫什麼 縱骨 這個紅色 老師畫紅色的部位 就是花東縱骨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有名的 一個板塊交界帶 非常板塊交界帶 好 那從這個地方 從整個台灣的板塊 我們可以知道 台灣為什麼地震這麼頻繁 所以同學 我們來複習剛剛那一張圖形 中央山脈 剛好它位於什麼 歐亞 歐亞大陸的板塊 那海岸山脈呢 海岸山脈位於菲律賓海板塊 那在這個地方同學要注意喔 是目前這個板塊的運動是 菲律賓海板塊 是向歐亞大陸去擠壓 所以我們台灣 剛好位於這兩個板塊的什麼 聚合處 而這個板塊跟板塊的交界 他們兩個板塊的交界 就是在哪裡 花東縱谷 這個花東縱谷 同學還記得吧 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 板塊跟板塊的交界 不一定是海岸線 跟大陸的交界線 在我們台灣 花東縱谷 就是這個板塊的交界 這個歐亞大陸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 就是在花東縱谷 所以花東縱谷 它剛好是位於 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 他們的中間 因為山與山之間 我們叫做什麼 谷 那這個構成了花東縱谷 海岸山脈這個地方 老師要特別補充 因為它往這邊擠壓 所以在這個海岸山脈的一些岩石 我們會看到有什麼樣的性質 大部分就是沉積物 它的岩石有一個特色 它是沉積的物質 以及火山的物質 最主要的它是海洋地殼 它是一些海洋地殼的物質 所以同學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你還有印象的話 在我們上一節的圖形裡面 我們曾經有學到一個圖形 那一個圖形是這樣的 這是大陸地殼 這是大陸地殼 這是海洋地殼 這是海洋地殼 剛好我們台灣 當然這是左右方向是不一樣 老師現在用一個比較 因為我這個跟課本的方向不一樣 這個地方是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 這是我們的中央山脈 同學注意喔 那這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位置 地方同學一定要注意 這課本上有提到 海岸山脈這些岩石的特性 一般都是沉積物質 火山物質 還有海洋地殼的物質 好那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知道 既然是擠壓 我們知道擠壓 造成我們山脈的隆起 造成我們陸地面積的擴大 可是為什麼我們整個大陸 我們整個台灣 整個台灣的陸地的面積並沒有增大呢 最主要的是 除了這個聚合的作用 造成山脈的隆起 地表面積的擴大以外 你要知道 整個隆起 山脈的隆起相對的 這個坡度也會怎麼樣 坡度也會怎麼樣 變大 那坡度變大的話 河流的侵蝕作用 也會相對的變大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玉山會一彌大一村 越來越高 追過喜馬拉雅山 這個是不會有的 因為這還有一個輕死作用 這個下一節 老師在介紹的時候 會再重新提醒提到這個 整個輕死作用 跟我們的造山作用 產生的一種平衡的一個結果 好 那我們知道 你到了東部 到了東部 你會經常看到一些峭壁 那在這些峭壁裡面 你會發現到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岩石 甚至有不同的形狀 這個地方 老師要跟你介紹的是 整個在地層裡面 地層裡面 整個這些岩石是怎麼形成的 剛剛開始 我們知道 一定是從層積 那這個層積是這樣子 層積如果沒有在任何外力的作用下的話 照理講它是一個什麼 水平的 它是水平的 它是水平的 可是如果 如果有板塊運動 所以從這一個層積的岩石 有了改變 我們可以證明板塊的確在運動 當你這個水平變成了受力之後 變成了傾斜 傾斜 我們就證明 一定有受到力氣 那更明顯一點 甚至會造成了地表 注意喔 如果是在比較淺層 我們在地表的地殼的話 這時候如果它這些層積岩受力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什麼 造成 我們岩石的折斷 變成斷層 這等一下老師跟你介紹 為什麼在地表就比較容易造成斷層 那如果在深層的話 就容易造成折坐 好 為什麼會這樣子 來 原因是這樣子 還記不記得 在我們介紹地球內部的時候 有講過 地球內部現在目前是高溫 是熔熔狀態 那既然是高溫熔熔狀態的話 溫度很高 溫度很高的話 因為深層它是高溫 不但高溫 而且壓力也大 為什麼 因為溫度一高 然後地殼它在深層的話 上面有東西比較多的東西壓著它 這樣子的話會造成它本身的塑性 塑性 就像那個尺塑膠池 我們可以折彎 那叫塑性 這時候它塑性就會比較大 就會造成折坐 來 老師以現在這一疊衛生紙來跟同學做例子 如果今天它沒有受任何外力的話 物質層漆它會變成這樣水平 如果有受到地殼的移動的話 板塊的移動的話 它可能會變傾斜 那如果是兩邊在深層的話 它會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一擠壓的話 一擠壓的話 這樣子的樣子 就是叫做折坐 那比較深層的 比較深層的 因為溫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 它的塑性比較大 它的塑性比較大 所以它會成成折坐 可是如果是在表面呢 相信同學一定有這個經驗 你如果在表面上 我們撿到一些石頭 這些石頭 你如果用力扔它 或者用力敲打它的話 它這時候會怎麼樣 就會碎裂掉 變成兩半 或者是有裂痕 這個就是在地表上 因為地表它的溫度比較低了 所以在地表上 它會比較容易形成 延時的碎裂斷層 那你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知道 老師要跟同學介紹的 你要注意 整個地殼 整個地殼 它整個的結構 從這個地方 老師給你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我們為什麼 可以在裸露的 岩石表面看到這些 其實這些斷層這些折坐 它形成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順序 大家看著 它是先這樣子 在地層深層層積 沉積之後 它受到力 受力 但是這個受力 注意喔 受力是在深層的位置受力 我們現在指的是深層的位置 深層的位置受力的話 就會造成什麼 造成折坐 好 那這個折坐 同學 這你要特別特別小心了 這個折坐它是在深層 它是在深層 好 這個折坐是在深層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在表面上 在山坡上就可以看到這個折坐呢 因為在這個折坐產生之後 它又再次的受到板塊的擠壓 擠壓受力 這時候的受力讓它上升了 好 上升那我問你 坡度是不是變陡了 上升之後再藉由整個輕死的作用 整個輕死的作用 所以這個折坐就裸露在外面 同學就可以觀察得到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現在目前在外面所看到的地形 絕對不是一天兩天所形成的 那老師在這邊我要特別強調的 在我們台灣 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的位置很特殊 剛好在兩個板塊跟板塊的交界 花東縱古 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一般來講 同學應該了解嘛 家裡一些比較高貴的桌椅 我們都用大理石製品 那同學你要知道 這個大理石就是在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 這個花東縱古這裡產的最多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位置 剛好是兩個板塊的交界帶 板塊的交界帶 藉由高溫高壓 除了會形成這個地形之外 我們的石灰岩 同學還記得嗎 石灰岩 同學還記得吧 石灰岩 石灰岩在高溫高壓下 高溫高壓下 它會變質 它會變質 變成了我們台灣 所產的非常有名 這個大理石 那個小日本 那時候 清華的時候 佔據我們台灣的時候 從我們的花蓮台東 這個花東縱古 開採了非常多的大理石 搬回他們國內 因為我們在花東縱古所產的這些大理石 相當的漂亮 相當的好 這個可以算是說我們台灣的驕傲 那同學你了解到我們整個台灣的板塊運動之後 你就可以更深層的了解 你知道就是因為台灣位於這個板塊交界帶 那板塊交界帶 特別是這個是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這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一般來講 在板塊跟板塊之間的擠壓同時 不論是深層的地震 淺層的地震 都很容易產生 所以921地震 當然921地震它發生的位置 不是在花東縱古 主要的是在另外一個 車隆浦斷層 那個在後面 老師在立題的時候 會特別以這個921 的標題 來幫同學介紹這個地震 這個題目 那這一節老師的內容 就先幫同學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 老師以幾個例題 來幫同學更深入的去了解 台灣我們的板塊的位置 還有板塊它運動所造成的各種地形 好同學來 你們看到這些題目 老師要在這邊叮嚀同學 在你做這一節的題目 一定要把這一個圖形 老師再重新跟你們介紹一次 要把這個圖形 中央山脈 就是歐亞大陸板塊上 海岸山脈 位於菲律賓海板塊上 而這兩個板塊的交界界帶 就是這個紅色叫做花東縱古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個圖形印在腦海裡 考試不論有沒有這個圖形 你都要想得出來 來 那你看到第一題 台灣東部的海岸山脈 是為什麼板塊 東部的漢山脈就是什麼 飛 水 綠 濃 冰 海 板塊 所以這種題目 完全就是要用圖形來增加自己的記憶 而新竹 桃園一帶 新竹 спис 是在我們台灣的西半部 所以它是位於什麼 歐亞的大陸板塊 好 它這兩塊板塊 以我們台灣的板塊運動的話 它是屬於什麼 聚合性的板塊運動 好 同學 這兩塊板塊的交界帶在哪裡 所以花東縱谷 再一次的提醒同學 好 那我們看到第二題 由於台灣位在板塊交界帶上 地層受到碰撞 擠壓 位於地下深處 注意 這個重點 深處 它的岩層發生柔性的變形作用 而產生什麼 好 注意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的是 因為我們位在板塊交界帶 而且它講的是地下深處 地下深處 地下深處的岩層會發生柔性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柔性呢 很多東西都是柔性 因為在深層底下 它的溫度比較高 溫度一高 東西就會變軟了 變軟了 我們這叫做柔性 好 柔性變形作用 注意 這個變形作用 形狀改變了 還記不記得 剛剛老師講的 這個東西變軟了 然後 因為它本身造成了擠壓 擠壓 它沒有斷掉 斷電力 它還是連在一起 可是這擠壓 我們就叫它叫什麼 產生折皺 折皺 所以我們水平的地層 就會變成傾斜 或者是溫軀 好 這個要特別小心 它幾個重點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第三題 台灣有高聳的什麼山脈 而且多什麼岩 好 這個題目 說實在的 如果考出這種填充題的話 一看另外的題目 那怎麼辦 其實關鍵在後面 它是要跟你強調說 我們台灣位於板塊交界帶 那板塊交界帶 它的山脈有什麼特色 它的岩石有什麼特色 所以這個題目是讓同學參考 一般來講 考試的題目 這樣子出的話會有一點語意不清 同學不曉得要怎麼填 可是老師要跟你提醒的 板塊交界帶的山脈 剛剛才提過 因為它折皺隆起 所以我們多什麼 折皺 而且這個岩石都在深層 經過高溫高壓 高溫高壓 所以比較多什麼岩 注意 這個地方在底下高溫高壓 就容易造成變質岩 老師再提醒同學 變質岩在你們這一冊裡面 課本只有提到唯一一個大理岩 由石灰岩 老師一定要跟同學提醒這個 因為這個是考試非常喜歡考 到了下一章第三章